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挪婢见过陛下娘娘 崔秦师跪下叩头 声音颤抖 整个人几乎爬在地上 事理完毕之后 似乎也起不来了 太后皱眉问道 你自己是秦师 怎么还会被秦生所迷 皇帝笑了 是秦师 所以才会被迷 因为惊痛 所以才会入神 别的人听听觉得好 也就仅仅是觉得好 但秦师则还会想知道为什么好 怎么好 这样一想就容易迷了 崔秦师叩头 太后等人则笑了 那娘子真谈得那么好 是特意谈给伟郎听的 是啊 娘娘 说是给殿下亲音敬宅 殿下听完了都没让邻人们再上场 说怕扰了这好亲音 此言一出 殿内的人都愣了下 敬宅 太后嘀咕道 还说不是盗祖弟子 连敬宅都会 是不是还要看风水 皇帝倾可一声 接过这个话题 问了那事 你们听着也很好 奴婢不懂这个 听着挺热闹的 热闹 又不是琵琶 怎么谈的热闹 不是谈的热闹 是当时很热闹 奴婢们说话的 这边灵说笑的 还有亲王也闹 也就是说 根本就没人听 大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连人都吸引不住 这叫什么好 这么多人都没迷 就催秦师一个人因为好听而迷了 是看到那个成娘子的确是个美人 好几个妃嫔对视一眼 都抬袖子 抿嘴笑 太后脸色就更不好看了 七秦师这一把年纪的都迷了 那 他那少年人尚未接触女色的静安君王呢 皇帝显然也有些意外 他以为 这娘子的琴音如同他的酒一般 让闻者 听者 纷纷叫好 吃醉灵听呢 崔秦师 你不是真病了吧 病了就好好的让太医看看 是什么就是什么 别闹得宫里流言蜚语的 崔秦师叩头 颤声说道 娘娘 奴婢不敢乱言 这娘子的琴 精妙 怎么精妙 白香山写诗 得是井老玉赞为精妙 成娘子这琴音 只引你这琴诗如迷 尊好成为精妙 崔秦师抬起头 原本无神的双目 闪闪发亮 娘娘 这娘子的琴音让奴婢不查执法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别人听琴听音 秦师则会忍不住想执法记忆 而秦师闻琴不想执法 这说明秦音记忆高超入心 让秦师都不能分神而沉迷 太后微微释然 但依旧皱眉 为什么别人不入心 只入你崔秦师的心 或者还有他的尾狼 崔秦师声音接着响起 还有成娘子谈的是秋风调 太后心道 秋风调也没什么稀罕的 陛下 娘娘 成娘子的秋风调让亲王寒颤未冷 能让亲王殿下寒颤未冷 能让亲王寒颤未冷 太后一仗 玄机师太的站起来 崔秦师这一句话 太后站了起来 妃嫔们都吓了一跳 再看这边 皇帝也坐直了身子 神色惊讶 有妃嫔不解 低声询问 怎么了 这怎么了 亲王可是个傻子 不知鸡宝寒暑冷热的傻子 妃嫔转头看去 见贵妃神情变换 她慢慢地说 能让一个傻子听到 觉得冷的琴音 该是多么的神迹啊 能让一个傻子听到 都心里有了感知的琴音呢 让傻子有感知 有心才有感知 那再听几遍 傻子是不是就能有心了 她就知道 贵妃的手炉越钻越紧 耳边响起太后的喊声 快传围郎进宫 快传那成娘子进宫 因为事情听起来有些荒唐 皇帝虽然也很惊异 但还是存着理智 只让人先传静安郡王进来 匆匆进宫的静安郡王 听了太后的询问 笑了 娘娘 那不是在给亲王治病 那是在静宅 那 亲王怎会觉得冷 那秋风调 肃杀阴冷 我们听了会感到冷 六哥如今也能感觉到了 那 是不是就要好了 她说着忍不住落泪 静安郡王跪上前一步 娘娘 不是的 怎么不是啊 你这孩子 难道还要瞒着哀家 娘娘 六哥治不好的 她也不是在给她治病 坐在人后的贵妃 心里冷笑一声 接着装 看你到底要什么 太后再次问道 那 为什么六哥觉得冷啊 娘娘 哎 长娘子说 她是亲生 不是给人听的 亲生进宅 驱邪除惠 镇宅养灵 不是给人听的 所以 在场的内侍奴婢 灵人们 都各自说笑一就 听到过耳不过心 而庆王却听到了 还感觉到冷 也就是说 他异于常人 或者难听点说 就是他不是人 静安 君王的话 便传开了 那 崔秦师呢 有小力 忙 问 难道 也不是人 不懂了吧 那 崔秦师 自然也是异于常人 是异于常人非同一般 超脱俗人记忆出身 入化的亲尸 就是这么多亲尸呢 就他一个人名了 说明啊 只有他记忆超去 这边 正说笑的热闹 那边几个官员走过 重重的跺脚 成何体统 小力们 忙看去 剑是几个重臣 对时 忙鸟受散 一个官员笑道 满城进他冒怨善 满超都说神彼宫 是请传习 背体字 如今 这些热闹还未散去 要众人结论 进宅秦了 另一个官员 也笑道 不知道 这成娘子 还有什么记忆 要拿出来惊人呢 一个郡王 宴请了一个人 倒也不足为奇 京中 宗室皇亲家 天天酒宴不断 也没人觉得不妥 只要请的 不是朝臣就好 只不过 这郡王 请的是 京中名气很大的 成娘子 当然 这也没什么 毕竟 庆王那样 这成娘子 虽然再三说不至 但有个神医 常来做做 也算是镇宅吧 只是没想到 这成娘子 这次没诊病 也没有写字 而是弹琴 弹一首琴 迷了一个琴师 惊了一个傻王爷 尤其是 静安郡王那一句 琴 不是弹给人听的 更是让这件事 非也是的传开了 虽然紧接着 这一句话之后 静安郡王还解释了 大家有心 所以不在意这秦生 而庆王无心 反而受了影响 这不仅不能说 庆王听了秦桧好 反而更验证了 庆王的吃傻 是治不好了 不过 相比于 这后边的解释 还是前面那一句话 送人听完 说起来也有趣 庆王能不能治好 与民众来说 根本无关紧要 大家更喜欢的是 稀奇又古怪的故事 衙门里 官员间的说笑 还算正常 酒楼茶寺里 则更夸张的多得多 不是让人听的 那就是让鬼神听的 常人看不见鬼神 那哪些生灵 比如狗驴子什么的 就能看到 你这话说 庆王是狗 要死了 你胡说什么 你们不懂 别瞎说 庆王没有信 不算是 就跟那小儿一般 小儿的眼干净 也无杂念 所以能看到 感觉到 常人不能查的事物 这就对了 但到崔秦师 又是怎么回事 崔秦师不是傻子 咱是神人了 不该是 圣灵畜生吗 圣灵畜生 可不会辱迷 是神人 才能听出 这种神仙曲 就是 那么多秦师灵人 怎么就他一个停的入迷了 说明是天生会根 被神仙点化了 对对 听说 崔秦师从谜中醒来 大有感悟 勤迹飞掌 早就说 崔秦师是当今第一秦师 现在还能说第一吗 成娘子不算 成娘子是神仙弟子 怎么能与凡人论子排辈 听到这里 张老太爷笑了 怎么说来 这次他又点化了一个 一旁陪坐的老仆 笑着点头 是啊 这崔秦师虽然记忆赏成 但并不算多有名 人都说 他是仗着他师父 崔大军的名头 殷荣 更有人笑他 唯一值得称道的 就是那把琴了 如今算是已迷入道 成名了 真是得神仙相助了 塔铁须得自身赢啊 如果他本身记忆不清 琴倒不通 又怎么会听入迷 就算是要神仙点话 被人相扶一把 也要自己上得去才行 就好比那得了马蹄铁的 须死根 门头钻眼改良新创 比如那得了神毕宫的范江林 尽力敢为 还比如那左手厨子李大勺 废手不计不卑 要这么说 还有那看散酒上谈和的卢政 还有那些看卑文而得自盗的 还有咱们家的盘亲雏娘 心灵手脚传奇一道 张老太爷哈哈笑了 留意起身 竟然这么多了 挤不住了 回去要写在屏风上 看看能不能写满 老仆笑着伸手掺探 低声说道 只是这种小道老爷很是不喜 他喜不喜的又怎样 真家一个小女子 又不走试图科举 又不依此谋财 又不依此婚嫁 又不依此害人 随心自在 无欲无求 害着谁 就是怕怀毙其罪呀 二人穿行在大厅里 耳边充斥着说笑 听到这里 张老太爷站住脚 他拔高声音 对有些耳背的老仆笑道 我只说他不依此害人 有没有说 他不会自卫欢机 因为他的声音过大 四周的人都停下看过来 大厅里一阵安静 张老太爷笑了笑 抬脚迈出茶寺 老仆紧跟其后 身后一刻安静之后 又恢复了嘈杂 而此时 在玉带桥成家的展院里 依旧安静如常 秦时三郎 接过半琴捧上的茶 说道 原来你那日 赴云是亲王府的约呀 嗯 郑娇娘点点头 秦时三郎含笑说 哦 那是不能推 不是不能推 是因为已经硬下了 既然硬下了 就不能推 不过那句话 真的是你说的吗 哪句 就是尖阳俊王说 你这琴声 不是让人听的 嗯 是我说的 这话说的不妥啊 事实如此 有什么不能说的 你自然能和他说的 但是他这样随意与人说 就不妥了 这种事跟神音之说不同 太过于虚幻了 子不于怪力乱神 你如今名望很高 突然说出这种话 传越盛 盛越变 他说到这里 眉头更皱 故弄玄虚 可不是什么好词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既然如此 说者更要小心周全才是 如此而戏 可曾想过后果 可曾想过 会给你带来什么麻烦吗 所以说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无需在意 其实三郎看着他 问道 你就这么维护他吗 成交娘也看着他 这怎么是维护呢 这只是不用在意的 你不在意 我能在意吗 其实三郎问 不带成交娘说话 他又先开口 伸手指着自己 你要说的 是不是 这是我的事 我在意不在意 你不在意 虽然 半旗已经习惯了 娘子和别人说话的 各种想不明白的事 但听到这一串 绕口的 你在意 我不在意 在意不在意 还是听得他晕头 成交娘看着他笑了 问道 我没有应你的约 没有送你想要的礼物 你这么在意啊 看吧 果然又转了 听得好晕 半旗忙低下头侦查 我在意的不是这个 你别扯开话题 成交娘 你能为自己想一想吗 我就是为自己想才这样的 秦胡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如果每一句话 都要顾虑别人的话 那就不能说话了 所以 我是说者 我只能做到 我无心 启师三郎 看着他 没有说话 叹口气 举起茶碗 成交娘又说 我希望 你不要在意 启师三郎 举着茶碗的手 顿了下 我不是推托你的邀请 也不是随意送你贺礼 只是有约在先 只是为了送 不是为了礼 说着 伸手将茶碟 往他面前推了推 启师三郎看着他 又看看茶碟 他忽地问道 真的 我 不说假话 我 不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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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